要给上哥订婚 还要邀请我去观礼 我怎么可以让上家失望呢 顾兮兮瞬间无语 这个上家果然是不靠谱 自己要不要帮穆若娜 介绍一个靠谱的好男人呢 然后顾兮兮认真地想了想 将自己身边认识的男人 都扒拉了一遍 算了 感情这种事情 果然不能强求的 这种事情 还是让她自己去搞定吧 为了保存体力和精力 顾兮兮跟穆若娜都没有到处闲逛 回到了小窝里补充战斗力 准备迎接第二天会议的正式开始 都说是文化交流会了嘛 比拼的当然是大家的知识底蕴 和灵活应变能力了 直到文化交流会闭幕的时候 云家和圣地亚贵州学院的名声 果然顺利地打出去了 云先生一跃成为了此次文化交流会最大的赢家 闭幕式结束以后 顾兮兮整个人都累得虚脱了 趴在床上 死活不肯起床 他现在一个字都不想说了 不管哪个国家的语言 一个字都不想说 平山次郎敲门进来了 上帝保佑 平山次郎总算向正常人靠拢了 总算知道 进门之前要礼貌的敲门 询问一声再进来了 菲尔家族的人又婚姻过了 顾兮兮尽尽管再不想说话 也得开口了 他们提什么要求了 他们要求我们去做客 那菲尔家二少 是同意了还是不同意 我早就说过 他们是没有性别观景的人 他嫌弃造个人太麻烦 时间太长 于是就给拒绝了 拒绝了呀 顾兮兮的心底哀嚎一声 这么说 自己真的要回去先跟顾苗商量一下了 菲菲 明天就是上课 和那个厅长女儿订婚的日子 你陪我一起去吧 输人不输阵 这事我不能退去 那你打算怎么反击啊 你打算给我找个男伴 去气息上夫人 可是我的圈子总共就那么大 我认识的人 他们也都认识 我找谁去啊 就在莫若纳苦思冥想 找谁做自己男伴的时候 顾兮兮的目光 已经悠悠的落在一边 一脸无辜表情的 平山次郎的身上 莫若纳的视线跟着转过去 随即叫了起来 不行不行 他太瘦了 我只是取血液的频率高了点 我一点都不比你差 那你装明给我看啊 不行 我还是处男 顾兮兮非常不给面子的 就消喷了 身为一个日本人 是处男什么的 似乎并不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吧 虽然平山次郎不靠谱 不着调 可是他毕竟是平山先生的次子 莫若纳 他的身份不会如梦了你啊 我哪里不靠谱 不着调了 我就是喜欢做研究而已 莫若纳直接走到平山次郎面前 就那么看着平山次郎 平山次郎有一米八高 但是穿着高跟鞋的莫若纳 也有一百七十八公分 两个人几乎是平视 加上莫女王气场强纳 怎么看怎么觉得是 姐姐欺负小弟弟啊 虽然长得一般了一点 不过好歹能凑合用 顾兮兮点头表示赞同 平山次郎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 我长得一般 虽然我没有尹司臣那么妖孽 可是在日本 我也是美男子的好吗 穆罗纳跟顾兮兮同时不给面子 好你们等着 我去换衣服 平山次郎压根儿把菲尔家族的事 丢到脑后了 直接跑回去换衣服去了 看到平山次郎 日渐有正常人的人气 顾兮兮表示 很欣慰啊 总算不负平山先生之所托 不服气的平山次郎 果然换了一身衣服 重新出现在顾兮兮穆若娜的面前 平山次郎一身银灰色 修身西装 略带卷取的短发之下 一双眼眸 意义生灰 咦 还真没说 脱下卫衣的平山次郎 总算看起来 人模狗样了呀 平山次郎仍是很瘦 可是身材那比例还是不错的 鲜细的腰肢倒是有种别样的病态美 哼 怎么样 我没有骗你们吧 就算你长得不错又有什么用 你能做一个合合的男伴吗 要知道 参加一个重要官员女儿的生日 那可是非常正式的场合 你真的能搞定吗 激将法对我没用 我智商比你高 很多事情只是我不喜欢去做 不代表我不会去做 身为平山家族的儿子 怎么会什么都不会 顾兮兮跟穆洛娜交换了一个眼神 不如就她了 反正不能够让上夫人 这么随便的就打脸了嘛 这个平山次郎虽然是日本人 他老子虽然是山口祖的人 但是他没有加入进去呀 而且他在生化的领域 真的是世界顶尖水平 随便哪个身份拿出来溜溜 都是没有问题的吧 要不就她了 念什么 平山次郎 你看你现在跟着我来到华夏 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吧 你现在吃住在西西的家里 西西有活动都带着你 你总不能白占便宜吧 平山次郎多聪明啊 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她纠结了一下 她这段时间确实是缠着 顾兮兮不撒手 不仅缠着她 还缠着她爸爸呢 虽然她爸爸总是不停的 卖安利给自己 哄着自己加入到云家的研究所 不过总体来说 她来华夏的这段时间 确实过得很开心 远比在日本要开心得多了 吃人的嘴软 看来的确得付出一点什么才行啊 行吧 就帮你这回 走 来我的房间 你要做什么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要给你从头到尾做一下造型 你现在还不够资格让我下嘴吃掉你啊 顾兮兮一脸的冷汗 若纳呀 你说的这么直接真的大丈夫吗 平山子郎比我都小两岁 他可是比你小四岁啊 顾兮兮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平山子郎被穆若纳直接从自己的房间拽着 直接拽进了穆若纳的房间了 顾兮兮想到 刚刚到帝都的那天晚上 平山子郎还跟穆若纳要她的血样样本 前度一下 她为什么颠覆了胸大无脑这个成语 呵呵哒 现实不好呀 现在 她可以亲身体验一把 什么叫做胸大也有脑的境界了 以前吧 顾兮兮对上课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不会别的 一个男人能够如此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爱情 就是值得称赞的 可是 跟穆若纳聊过天以后 又听到了上夫人的电话 顾兮兮对上课的印象分 又下降了好几分了 别的不说 上课没有办法抗拒家里的安排 这很丢分啊 这一次财政厅厅长女儿的生日 也是上课宣布订婚的日子 她如果一点表示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男人 就真的不值得穆若纳去等待 果然 邀请韩如约而至 邀请韩是莫子星送过来的 顾兮兮毫无意义的就答应她做她的女伴 其实顾兮兮原本是不想去的 对方跟自己扒杆子打不着什么关系啊 去不去都是无所谓 可是现在不同了 对方摆明了要给穆若纳男看 身为好闺蜜好姐妹 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如果上课今天的表现不能让自己满意的话 那她就永远别出现在若纳的身边了 莫子星没有想到顾兮兮答应的这么痛快 不过当她看到穆若纳拉着平山次郎出来的时候 她就明白了 身在她那个位置就没有不知道的消息 被穆若纳上上下下捣出了一通的平山次郎 竟然脸蛋红红的出来了 嗯 若纳 你到底对这个小储男做了什么 穆若纳一身低胸晚礼服 往那一站 女王气势断开 顾兮兮跟莫子星同时伸出了大拇指 还别说 捣治过的平山次郎 看起来俱美了几分 顾兮兮忍不住掏出手机 给平山次郎和穆若纳派了个合成 想了想 脑子一抽 就发给平山先生了 人家把儿子托付给自己照顾 自己总得经常反馈一下的嘛 哪里知道 平山先生接到了顾兮兮 发过来的图片以后 马上表态 啊 次郎 已经找到了中国媳妇 嗯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顾兮兮赶紧解释清楚 让人家误会了 那就不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顾兮兮跟莫子星 穆若纳带着平山次郎 就这么堂而皇之的 出现在了人家的生日宴会上 尹思辰有事来不了 顾兮兮现在也不能代表尹家 所以尹家的礼物是单独送的 宴会的地点是在一个环境优雅的别墅里 顾兮兮到的时候 全场已经是一箱并饮 美女帅哥成对了 这位龚三小姐 可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这位龚三小姐 可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龚三小姐 今天的兽兮 上课的未婚妻 尚家会选择 跟龚厅长林不足为妻 龚三小姐 又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尚夫人中意她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顾兮兮是在恍然 莫子兮这是在跟自己介绍 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图谱啊 强强联手 本就是无可厚非 尚家虽然根植于恩氏 可是老根基还是在帝都 前些年 尚家出了一些事情 险些被帝都上层圈子除名 所以这次 借着订婚的由头 重回帝都 尚家也算是下了本钱 据说 尚夫人为了逼尚科就范 绝食了一整天 逼尚科不得不来这里 今晚 你让莫若纳 带着平山次郎来 或许 是个最正确不过的选择 今晚还会遇见很多老鼠人 其中就包括 你们在日本遭到追杀时 暗暗买通山口组 暗算你们的人 你知道是谁干的 知道 不过 还是让平山次郎告诉你 好一点 因为 今天晚上对方 也会来找平山次郎的麻烦 那笔烂掌 总是要清算一下的 不是吗 清算一下吗 是要清算一下的 看看到底是谁 那么想要他死 莫若纳挽着平山次郎的手臂 也走了过来 看来尚夫人 是铁了心的 要给我打脸了呢 平山次郎脸蛋 还是有点红红的 话说若纳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呀 公三小姐的地位 果然不是我能比的 这次 也算是彻底了了这个事 顾兮兮看着莫若纳 虽然一脸的平静 可是 她的眼底 还是透着深深的失落 能不失落吗 其实三年前 莫若纳对尚哥不是没有感觉 只是因为 上家死命的反对 莫若纳又高傲 不会轻易地为全市低头 现在三年过去了 尚哥一直追着 不放 就是铁石心肠 也都能够被暖热了 可惜 每一次莫若纳 心里被暖热一分 上家就会出来 泼一次冷水 将她的心 冷却掉三分 久而久之 莫若纳的心 也就千疮百孔 不敢接受任何人的感情了 一只安静不出声的 平山次郎 眼神突然放空地 看着远处 嘴里轻轻地叫了起来 咦 有趣 顾兮兮顺着平山次郎的视线看过去 看到对方的时候 也是一愣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王震一身身灰色西装 举着酒杯 跟别人正在笑意盎然地说着什么 平山次郎顿时笑了 我都忘记了 我接了她 打给山口组的电话 如果不是她告诉我 西西你的血液精英特别 我还不知道呢 是她 顾兮兮的眼底 闪过了一丝的决绝 这个王震接连两次 对自己下手 不就是仗着她在帝都的背景势力吗 以前自己答应了王宇 要求尹司成不再针对王震 可是没有想到 自己前脚才刚帮她解除危机 后脚 在日本 她就将自己给卖了 难怪尹司成对她说 现在不管谁求情都不好使了 她是一定要让王震付出足够的代价的 今天没想到 冤家路窄啊 在这里遇见了 可惜尹司成没来 不然或许还会更热闹呢 莫子欣站在一边 轻轻地笑了起来 尹司成被别的事情办住了 这一次就是她最好的表现机会了 只要她替顾兮兮出气 就可以再一次刷满好感度啊 兮兮 你想报仇吗 我可以提供帮助 你怎么帮我呀 你忘记我是做什么的了 不要小瞧我的专业能力 让她不举 这也算是你的专长吗 平山次郎脸上竟然又红了 回过头狠狠瞪了穆若娜一眼 哎呀呀呀 能够让生化狂人 露出这么人性化的表情 若娜 你鞠躬至尾呀 话说 你是怎么做到一天的时间 就让这个疯子回归正常人的圈子的 我就是可以做到 不信你看着 平山次郎说完这话 转身从适应生手里端着两杯酒 朝着王振走了过去 平山次郎靠近王振以后 拉着王振闲扯了半天 然后将一杯酒里加了点料 递给王振了 然后将一杯酒里加了点料 递给王振了 诡异的是 王振竟然真的接过这杯酒 然后真的一饮而尽 看到这么诡异的一幕 顾兮兮跟木若娜的嘴巴都是张得大大的 话说 平山次郎到底给王振喝了什么呀 平山次郎干完了这事以后 就这么悠闲自在的回来了 一脸妖宫的表情 你给他吃了什么 我问他最近 是不是总觉得腰酸背痛 体力不济 然后他就点头说是 我告诉他 我是平山次郎 然后我有一种金枪不得 只要混合 就可以重振雄风 然后他就喝了 顾兮兮跟木若娜同时开口问道 是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个王振是疯子吧 别人的话随便就行 你告诉他 你是山口族的人了吧 是啊 平山次郎一脸的坦然 完全不觉得自己再一次给山口族添了一口锅 有什么不好 顾兮兮无脸 他有付平山先生的托付呀 平山次郎又闯祸了 那药到底是什么药啊 当然就是让他重振雄风的药啊 只不过药效会加速加快而已 今天这个场合啊 顾兮兮似乎看到了报酬在忘了 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宴会突然安静了下来 有人隆重的邀请今天的寿星出场 蜿蜒曲折的台阶上 慢慢走下来两个人 上颗一身精致剪裁的西装 搀扶着一个穿着白色蓬蓬公主裙小礼服的女孩子 慢慢的走了下来 周围的人们不停的鼓掌 顾兮兮很快就朝着穆若娜的脸上看了过去 穆若娜的表情似乎很平静 只是看起来似乎很平静 顾兮兮没有忽略掉 穆若娜突然伸手抓住平山次郎的手 在微微颤抖着 今晚或许就是他们关系的最后终结日吧 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这么的突然 平山次郎有点吃惊的看着穆若娜 他没有想到穆若娜抓住她的手臂 竟然是如此的用力 上夫人跟公夫人一起站在上面 说了一堆的场面话 忠心意思就是 今天是公三小姐的生日宴会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空光临 然后两个母亲相互吹捧了一下 对方的孩子以后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两家宣布要订婚了 上课今天晚上无疑是很帅气的 公三小姐无疑是很靓丽的 两个人站在一起算得上是俊男美女 两家的背景相当 全是门当户对 为了和大家一起庆祝这个难得的时刻 为了和大家一起庆祝这个难得的时刻 我想从在座的诸位当中挑选出一个朋友 与两位准心人一起切蛋糕 周围的人们再一次掌声热烈 室内的灯光瞬间暗了下来 头顶一顶巨大的聚光灯 突然扫过人群 将全场的人们都扫了一遍 穆罗娜一直站在那儿 似乎很淡定 可是她嘴角的笑意早已经消失不见 直到这一刻 她才发现她真的是高锅了自己的定力 巨大的聚光灯扫了几圈以后 灯光突然啪的一声 在穆罗娜的身上停了下来 穆罗娜整个人 瞬间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她看起来是那么的孤立无援 现在有请选中的这位女士 与我们的准心人一起切蛋糕 顾兮兮现在已经能够确定 尚夫人这是故意用这样的办法来羞辱穆罗娜的 顾兮兮伸手一下子拉住了穆罗娜 冲着她轻轻摇头 穆罗娜却是坚定地抓住顾兮兮的手 坚定地笑了笑 一把掰开了顾兮兮的手 大步走了上去 她是穆罗娜 她是牧女王 她从来不接受失败 更不接受挑衅 尚科见鬼似的看着穆罗娜 她不知道穆罗娜竟然也到了这儿 尚科上前一步 想要跟穆罗娜解释什么 恭喜上少 恭喜公三小姐 两位良才女貌 助联闭合 实在是尚好的姻缘 我在这里 就提前祝福两位 白头到老 早生贵子 公三小姐笑着道谢 站在一边的尚科 却是如坠并哭 一脸的难以置信的表情 看着穆罗娜 一边的尚夫人 一脸的得意 尚科此刻如果还反应不过来 她就真的是太蠢了 她被自己的母亲 给算计了 不知道这位小姐 有没有带着男伴呢 今日双喜临门 切蛋糕的人数 出现单数 总是不吉利呢 夫人招什么急 我今天来 当然是带着男伴来的了 今天你不把若纳照顾好了 我马上让你家里人 见你回去 平山次郎 邪腻了顾兮兮一眼 还是大步走了上去 你们好 大家好 我是穆罗娜 今天的男伴 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平山次郎 日本人 是一个生化专家 平山这个姓氏啊 尚夫人没有想到 穆罗娜竟然真的带着男伴来的 尚夫人还以为 穆罗娜就算临时找个男伴 也不过是牛兰或者公关一类的 却没有想到是个日本人 还是个生化专家 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的身份和背景似乎不简单 是 我是平山家族的人 我父亲是山口族的成员之一 好吧 现在全场的人都知道 他是谁了 穆罗娜一下子转身 挽住了平山次郎的手臂 平山是个喜欢做科学研究的人 他这个人一直都很低调的 不喜欢抛斗露面 今天 我也是好说歹说 才肯陪我来这一趟呢 平常 他可是什么场合都没有兴趣参加的 穆罗娜对平山次郎一副亲密姿态 让尚哥差点忍不住冲出去 他不相信穆罗娜那么快就一情别恋了 对方还是一个比他小好几岁的男人 可是穆罗娜整个人都是靠在平山次郎的身上 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上科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切蛋糕了吗 今天是公三小姐的好日子 我们可不要耽误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呀 穆罗娜故意转移话题 不想站在这儿接受别人的注目礼 公三小姐似乎看出了什么 不过多年的教养告诉他 不管发生了什么 今天都不能表露出来 尚夫人没有想到没有刺激到穆罗娜 脸色顿时有点不好看了 不过 转念一想 穆罗娜有别的男人了 不就是不会缠着他的儿子了吗 尚夫人这次冷哼一声 犯过了穆罗娜 尚夫人真的是太过分了 今天摆明了是鸿门夜 如果不是平山次郎 今天只怕是要出丑了 顾兮兮默默点头 对尚夫人的印象更差了 最让顾兮兮气愤的还是上科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母亲刁难 欺负穆罗娜 却还能够无动于衷的继续进行下去 难怪若纳要放弃她 穆罗娜快速地切完了蛋糕 拉着平山次郎快速地就下去了 西西 陪我去外面坐坐 顾兮兮应了一声 跟穆罗娜转身就离开了 两个人的离开 却也错过了一会儿 发生了一场好戏 平山次郎给王震下的药 起作用了 王震以为山口祖的人不会坑他 结果平山次郎还真的就是坑了他了 刚刚切完蛋糕没多久 王震还是一副成功伤人的面孔 跟其他人应酬呢 突然 小腹一股热浪袭来 王震觉得整个人如同置身于热宴当中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女仆过来送蛋糕 王震突然觉得 送蛋糕的这个女仆 简直就是秀色可参 然后脑子一昏竟是当众一把包住女仆 就地一滚 这个变故简直就把在场所有人都给惊呆了 那可是堂堂的王震呢 他就算在外面有小妾还接回了家 可这些都是被着做的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他竟然当众救 于是接下来 整个场面简直是热闹了 平山次郎的药剂简直是太好用了 玩生物化学的人 那大脑简直就是堪比精密仪器般的存在 所以在这么好用的物理化学攻击下 王震非常给力地出丑了 抱着送蛋糕的女仆 守着这么多人就开始了运动 今天发生的事情传出去的话 那简直就是丢人丢到姥姥家 上课从一开始就在到处寻找穆罗娜 可是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乔琪说的话很对 别看大家都玩到了一起 尹思成是狼王 尚课冲击量就是哈士吉 在追老婆这世上 如果尚课有尹思成哪怕十分之一的狠辣 也不至于会落到这个境地啊 姥姥 我心里难受 姥姥 我心里难受 尚课不是说一辈子都不会放弃吗 前几天 他和现实淡淡的说不会放弃 可是今天他就顺从了家里 跟公三小姐订婚了 姥姥 我到底算什么 就因为我出生平民 所以就要遭受这样的侮辱吗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做错了什么 就是因为我长得艳丽 就要被人误解 被人嘲笑 被人践踏吗 这么多年来 那些男人一个个都围在我身边图的什么 我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身体发福 手指父母 我天上就是长成这样的 可不代表 我就是别人可以随便玩弄的 哪怕上课坚定一点 只要他坚定一点 或许 我就会有勇气去追求我的爱情 只要他坚定一点 或许 我就会有勇气去追求我的爱情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 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跟别的女人笑语 阎然地站在一起订婚 这是对我的宣战 还是对我的宣判呢 西西 为什么想要一份纯粹的感情 就那么难呢 顾西西轻轻拍了一下穆若娜的肩膀 给她安慰 如果给不了 那就不要招惹我 招惹了我 却又给不起 穆若娜情绪越发地崩溃 我真的太累了 我真的好累 别怕别怕 还有我呢 西西给她安慰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在一起的 没有人可以拆散我们 爱情靠不住 还有友情啊 你看 我失忆的时候 你没有放弃过我 现在你失恋了 我也不会放弃你啊 别哭 坏人会笑的 要哭 你是让他们去哭吗 对 要让他们哭 西西 走 陪我喝酒 希望我们不醉不归 说完这句话 穆若娜拽着顾西西 就直接将一个适应生给拦下来 将她手里的所有高度烈酒都端过来 一口一杯 直接灌进了喉咙里 要死了 要死了 这么灌下去 估计今晚是真走不了了 就在顾西西 交集万分的时候 顾西西一回头就看到平山次郎过来了 顾西西眼前一亮 赶紧找人增援吧 你快点想个办法 别让他这么喝下去 喝多了会出事的 你快点想个办法 别让他这么喝下去 喝多了会出事的 平山次郎出来就是为了找穆若娜的 看到穆若娜正在酗酒 顿时快步冲过去 平山次郎只是扫了一眼 穆若娜手里的白酒 酒精度数62度 以他现在的体质 连续服用超过100克 就会陷入醉酒状态 连续射入超过500克 就会出现胃部灼伤 引发呕吐等后遗症 连续射入超过1000克 就会引起酒精中毒 一个小时后引发猝死 顾兮兮脸色白了一白 平山次郎你什么意思 你诅咒他 我现在又不是要上课 你干嘛跟我说这么多废话 顾兮兮一阵来气 直接将穆若娜推给平山次郎 邪逆着他说的交给你了 说完这话 顾兮兮转身就走 平山次郎一阵傻眼了 他只是过来看看的 又不打算接手